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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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数据库描述包,我们又可以把它叫dbd 这个有时候简写的啊,这几个包类型,记住简写啊 有时候我们在debug,这个OSPF相关信息的时候,它不会出现这全程的啊 hello包肯定就hello了,这个短,database叫dbd,dbd就是database,d就是description 描述,对,数据库描述,嗯,描述了 第三个就是链路状态请求包,啊,链路状态,啊,缩写,手字膜 链路状态请求,啊,大写,啊,链路状态请求,啊,request 那个eirp包不有hello吗,有hello包,更新包,查询包,警察包,对,还什么确认包之类的,类似,嗯,类似,嗯,这个 和SPF也差不多,嗯,链路状态请求,第三个就是链路状态更新,是吧,啊,请求完之,啊,请求包就是两个,两个路由器在建立,建立完临机关系之后,它,两段路由器,可能路由器里的数据不一样啊,是不是啊,对,肯定要请,请,请,请求这个和它不一样的数据,完之后,啊,接着就更新了,啊, 它就给你发一个更新包,对,对,这只包,它都是互相交互的,啊,链路状态更新包,链路状态更新包,缩写,啊,就是这个,网络中,肯定是都通过包来,来,来,来描述数据的,啊,嗯, 是可靠专输还非可靠专输,嗯,其实不可靠的,是吧,无连接的,非可靠专输,是不是啊,那它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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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来,来,来,来确定它的可靠性啊,啊,当然了,我们在EIERP中有个ACK包嘛,嗯,你看这里面有一种包类型,有个,咱们你,你,你老师给你讲的是,你应该想到这个,这个TPIP三次握手嘛,是不是啊,嗯,它有不同的包类型嘛,有那几个,这个,这个,啊,几个关键位嘛,是吧,对,啊,这个,这个OLP,啊,也就是,它,它,它的下方形是IP,IP不复合, 这个,这个可靠性,由它协议本身来负责可靠性,嗯,那这OLPF的可靠性,它也就,啊,由SS,啊,LS,ACK就确认,这个,嗯,也就是它在交互的时候,啊,发这个描述包,或者是,请求包的时候,它都给,要给回一个链路状态确认包的,就互相交互的,啊,就是,它这个可靠性机制由这个,协议本身来实现了,啊,就协议本身来实现了, 链路状态数据包叫LS,什么,链路状态,这个,链路状态,这个,链路状态,这个,老点错,啊,链路状态确认包,你不能叫LS,ACK,啊,不能叫LSA,啊,必须叫LS,ACK,为什么,啊,多两字吗,因为我们在这个,路由信息交换的时候,有个LSA了,是吗,啊, 这个是,链路,link,state,adrotest,这是广告的意思吧,啊,这个叫链路状态通告,啊,AD好像是广告,是吧,对,通告,链路状态通告,所以,所以,链路状态通告,啊,在这个包中,这个,当然,它不是一种包,啊,这个是封装在这个,啊,某一种包类型里面,一个链路状态, 链路状态通告,比如说,你见到LSA和LSA,它不是一回事,啊,不是一回事,啊,它是一个链路状态通告的一个描绘信息,啊,它这个里面相对应数据封装在,啊,对应的这个,这个,OSPF的包里面,啊, 这是几种包类型,啊,几种包类型,MS,AC,K,嗯,啊,五种包类型,先了解一下,啊,了解一下,你现在知道这个,啊,大致的内容, HELLO包,建立邻居关系,对啊,数据库的描维信息,啊,一般情况下,这个包的发送都是,就是,没建立邻居之前,都是从第一个到第五个,这个数据来,啊, 它肯定先建立邻居,啊,是不是,对啊,建立完邻居关系,互相比较,两端的这个路由表是一致, 往来不一致发送请求,往来更新,啊,当然,这个五有可能在三四之前,比如, 他发送一个数据库描绘包之后,他肯定要给个确认,嗯,三发送完之后,肯定要有个确认,哦, 就是二三四是需要确认的,嗯,啊,一五一般不需要确认,因为这个,比如这海洛包, 海洛包它是隔断时间一发送的,对,它也不知道你能不能在不在,对,它不需要这个确认机制,嗯, 下面看,哦,SPF包头格式,嗯,啊,这是链路状态的头,这是二层的,是吧,啊,就是数据往下传的时候, 从应用层到到下层了,是不是,链路层,完了之后,IP层了,IP头的,完了之后就是,啊,传输层的嘛,是吧, 它属于传输层的一个协议嘛,嗯,完了就是这个链路层的尾部,啊, IP层有一个,啊,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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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知道,这个包里封的是OSPF,说得看IP头中,有一个写一号那个参数, 写一号那个,是吧,Protocol那个,那个,是吧,哦,零是FMP,是吧,什么TDP,UDP都有相对应的这个写一号嘛, 对,写一号,啊,EIGIP是88,嗯,这,这,通过这个就知道以前学的东西也不白学了,哈,肯定能用得上, 对,你看这个,OSPF,OSPF它有几种包类型啊,是吧,你方向的是,啊,这个请求包, 海洛包,请求包,更新包,还有什么包啊,是吧,通过哪,它这里面,你看,这后,还有详细的信息, OSPF包类型,啊,对,比如OSPF什么版本,啊,现在OSPF是版本二的,啊,本本二的,嗯,啊, 这个类型,啊,OSPF是版本二的,对,现在是版本二,版本一是实验版本,啊,啊,啊,到OSPF版本四的有可能就是和IPv6匹配的了, 现在是版本二,啊,啊,比如OSPF刚才老师介绍了几种包类型, 4种,啊,5种,5种,是不是5种,啊,那你具体我发这个OSPF包是这个Hilo包,比如建立邻机关系发的Hilo包,那我怎么知道它是不是Hilo包,对啊,是不是啊, 它这个OSPF这不有个类型吗,啊,啊,是Hilo包相对应的, 5种类型就在这儿标识的呢,对,具体它,当然都是具体以数字来标识,啊,都是以数字来标识, 所以它也肯定有,嗯,但具体咱就不研究了,嗯,比如这,这肯定有几个字节,是不是啊,比如,假如,这个几个字节老师也不确定,啊, 比如两个字节,0,0,啊,两个字节肯定不够,是不是啊,因为它这五种,五种,五种,五种包,是不是啊,嗯,起码得三个字节, 三个字节是2的3个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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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嘛,是吧,嗯,啊,所以说这比如00,就是海洛包,它通过这里数字来标识,嗯,还有这个包的长度,啊,路由器ID, 路由器ID老师介绍一下,啊,嗯,还有个区域ID,嗯,这两个一会儿再说,啊,路由器ID,这路由器ID就是相当于我们在社会人有个身份证号一样, 路由器在网络中也有一个自己的ID,啊,具体怎么选,可以,可以让路由器自己去选,也可以我们手工去选, 还有区域ID,区域ID知道什么吗,老师刚才介绍了,就是你刚才那个区域0,区域1,区域2,是不是啊, 你属于哪个区域的,在配置路由器的时候,你肯定要把它表明啊,对,是不是啊,那你发送这个路由器条目的时候, 是不是啊,比如他,他发送一个路由器给邻居,是不是,你,你发送那个条目是哪个,哪个区域来的,对,是不是啊, 还有教验,RIP总老师给讲过教验吗,是不是啊,讲过,啊,可以是,嗯,这个明文的,一个是MD5的, 对,就是认证,啊,有认证类型,嗯,这有三个字,这里应该是有三个字段的,0是不认证, 那和教验,啊,这教验就是防止数据出错,啊,这个和IP包容的教验类似的,嗯,这个认证就是,这个刚才说的,密码认证跟加密认证,或者是不认证,啊, 还有,这个OLP有三种类型,嗯,啊,RIP不也可以不认证,嗯,是不是,后面就是具体的数据了,嗯,啊, 啊,稍后的老师介绍一下这个ID和,ID和,ROOTID,嗯,ROOTID,啊,如果是想介绍ROOTID,就,就要,老师就得先介绍一下邻居关系是怎么建立的,嗯, 那老师先给你介绍一下这个邻居关系的建立吧,是啊,好吧,一会再说说这个ROOTID的这个规则啊,嗯,好,下面看看邻居关系,邻居关系建立,嗯, 邻居关系建立,小明明也知道了,这个我们刚才介绍五种爆类型,是吧,嗯,邻居关系建立的时候就已经用到这个HELLO包了,嗯, 下面看看这几个选项,嗯,啊,也就是,什么情况下能建立起邻居关系, 这边有一个是ROOTID,嗯,ROOTID,啊,ROOTID就,作用就是唯一标志一代路,就像你的身份证,唯一标志你在这个地球上的一个人一样,啊,啊,啊,ROOTID, 他这个选举规则,要不要记住,他的选举规则啊,也正常你可以手动往里切,我,我ID是多少,对,啊, 啊,你可以,呃,由路由协议去选举,如果你不手动交,啊,不手动去往里,呃,敲命令,敲他这个ROOTID的话, 你可以,呃,路由协议自己选举,但他选举规则啊,啊,如果是没有环围口,路由协议不可以环围口吗,嗯,如果没有环,没有环围口的话, 找所有UP口中最大IP地址,那个,啊,就是,啊,这个ROOTID, 它的格式是IP地址的格式,啊,点,点,点,几个,中间一个点儿吧,那四个,四个,四个实际质, 最大的是ROOTID,是吧,啊,对,啊,这个是选举规则啊,如果没有环围口,选这个,这个路由协议中,啊,ROOTID接口中, 那大门肯定他不会选啊,说ROOTID接口中最大的,如果有环围口,嗯,选环围口中最大的IP,啊, 啊,比如你,这个,这个,本地路由协议有三个,这个环围口,1.1.1,2.2.2,3.3.3,那如果你不去配置ROOTID的话, 他,他会选,选择这3.3.3那个,选择最大的一个,哦,啊,这是ROOTID,嗯,但ROOTID,啊, 人在这个社会上,生用证这个ID的,都是唯一的吧,嗯,啊,路由协议ID要求也是唯一的,啊, 嗯,如果不,啊,如果两个路由协议ID一样,应该出现什么问题,你可以,老师也没,没测试过,肯定会出问题,啊, 肯定会出问题,两个路由协议ID一样,啊,啊,你可以回做实验试试,老师也没, 觉得没啥意义,两个路由协议ID做实验,啊,肯定会出问题的,啊, 嗯,就建议两个路由协议ID别一样,啊,正常情况下, 老师建议配OSPF时,路由协议ID要手工去配置, 手工配,建议,建议,建议手工配置,哦,啊, 因为出问题的机会比较少,要他自动选举的话,以后呢, 嗯,可能会多少有点问题,嗯,就知道他选举规格就行,啊, 嗯,因为你,如果路由协议自己选举的话,那个哪个口荡掉了, 可能就有变化了,是不是,对,或者是哪个环,环维口, 这个出来删掉了,他路由协议ID不就变了吗,对,是吧, 所以建议手动去,去,去添加一个IP地址格式的,这个,啊, 啊,啊,Root ID,这个Root ID,我写一个公网地址, 或者啥的都没有关系,啊,这个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比如说我的那个,可能F0-0,呢,是1.1.1,啊, 我的Root ID也配上1.1.1,啊,没问题, 没关系,没关系,啊,也没有什么私有或者公用, 对,他只是一个身份标志,啊,啊,标志, 啊,啊,另外就是海楼间隔和,啊,这个, 你看这个整个列表中建立邻居关系, 你看有,有几个带信号的吧,嗯, 也就是如果两个路由器要想建立去邻居关系的话, 这带信号的必须一样,啊,啊,必须一样, 第二个是海楼间隔,海楼间隔,也就是方号楼包, 他不有个时间间隔吗,对,是不是啊, 还有死亡间隔,在这里,啊,这不,啊, 这里和这个EI加RP有点区别了,啊, 他是海楼包完了之后,有个超时的,叫死亡间隔, 嗯,应该是他的四位,啊,这,啊, 如果这个A和B要建立邻居关系, 第一条,海楼和死亡间隔必须是一样的,啊, 但默认都是一样的,如果你不认为去修改, 默认肯定是一样,啊,嗯, 邻居,第三个就是区域ID了, 你这这建立邻居关系是不是, 是不是都在一个主干区, 或者都在区域里面,嗯,啊, 也就是,啊,如果这个两路由器不在一个区, 啊,区域内,他是不会建邻居关系的,啊, 不会建邻居关系的, 区域ID必须一样, 路由器优延级,先不说,啊, 这个路由器优延级, 还有什么DR,BDR, 就是,啊,指,啊, 这个指定路由器,备份指定路由器, 这两个老师先简单介绍一下, 现在这个你看是什么, 什么环境,是, 大致什么环境, 我们平时用的是, 有时候用的广运网链路,吧, 点对点的,是不是, 一点到另外一点,你看这个呢, 是不是以太网的环境,啊, 对,是不是,啊, 所有路由器都,啊,可能连在一个交换机上, 是吧,嗯,啊, 所有接口都在一个网段上, 对,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建邻居关系, 比如这个, 一个特别大的公司, 他所有,所有路由器连在一个骨干, 骨干的交换机上, 你这时候建立邻居关系的时候, 是不是两两路由器都要建立邻居关系,啊, 嗯,对, 正常情况下, 是不是, 那如果这么建立邻居关系的话, 这个网络上的一个, 就是这个, 浪费的东西, 浪费贷款上, 贷款就挺, 肯定相当大的, 嗯, 所以说,啊, 如果相对于这种, 这个,啊, 这个, 这个以太坊环境, 我们把它叫多路访问环境, 叫多路访问, 啊, 这种环境时, 我们要选举, 啊, 要选举出一个DR和BDR, 啊, 这个, 嗯, DR, 这两个概念比较陌生,啊, 嗯, DR叫指定路由器, 嗯, BDR, 备份指定路由器, 这个全程, 嗯, 全程, 这备份指定路由器, 它在什么时候用, 就一般在这个多路环境, 就是以太坊环境, 我们在通过一些机制, 在这个, 比如就拿这个五台路由器来说, 啊, 正常的情况下, 两俩要建立邻居, 这个要建立2的, 啊, N乘以N减1除以, 2吧, 应该是, 有那, 我记得有那数学公式来的, 你看大致那几个领域, 这个B和这个四个, 四个领域吧, 完了, B, 需要发4, 48吧, 4, 3, 2, 估计这得, 这, 这得是十个领域关系了, 估计是, 啊, 是吧, 应该有, 我记得有那公式吗, B和这四个要建立领域关系, 对, A和这个, 它建完了, 要和这三个, 四, 七个了吧, 完C要和这俩, 这个小明显下公式, 这个是数学指示的, 这N就是路由器, 这个网络路由器的状, N乘以N加1, 除以2, 就所有这个, 建立领域关系的个, 5乘以5-1, 4吧, 除以2, 十个领域关系, 是吧, 这个DR和BDR的作用, DR就是指定路由器, 嗯, 就是我在这里, 通过一些机制, 选举一个路由器, 作为指定路由器, 所有的其他路由器, 都和指定路由器, 建立领域关系, 和他, 和他, 比如说, 把A选成指定路由器了, B,D,E,C, 就和A, 建立领域关系, 如果B和D, 想交换数据, 直接通过A, 这A相当于一个领导一样, 他了解整个网络的, 所有这个, 链路的信息, 说这时候, 你B就省了, 和D, C去交换数据了吧, 直接和A沟通就行了, A了解D, C, 他, A和这几个都有邻居关系, 是不是, 这就是B的指定路由器, 这时候我们, 如果, 如果这个选举一个DR的话, 整个网络流量, 是明显降低, 降低了吧, 那BDR什么, 什么作用, 你, 呃, 你上学的时候, 可能班里有个班长, 还选个副班长的是吧, 嗯, 班长一旦掉链了, 得病了, 那你副班长就得上任了, 说说一旦这个, 这个B是BDR的话, A一旦这个有问题了, BDR花一定时间计算, 马上, 啊, 因为这个A和B是, DR和BDR是时刻同步的, 啊, 一旦A有问题了, B马上接认, 和其他这个路由器进行交换数据, 嗯, 啊, 这DR和BDR简单有有有印象了吧, 有印象, 是吧, 也就是, 啊, 为了就是降低这个, 降, 网络这个数据这个流量, 对, 如果有验证的话, 验证密码肯定是必须, 一致的, 这都不用说, 没验证了, 那那那都没密码, 那就无所谓了, 是不是, 嗯, 这末节区域, 在这里先不介绍了, 这如果没有的话, 也无所谓, 末节区域了解过, 说一般的只有一个, 一个出手路由器, 连接到广运网那个, 是不是, 啊, 那个就是末节区域, 这个先不介绍, 就像平常办公的这些网, 是吧, 只有一个出手, 只有一个出手路由器, 对, 就一个网络, 只有一个路由器连到, 这个如果有的话, 也必须一致, 这先不说了, 嗯, 啊, 目前可能一致的, 就是默认的, 默认的情况下, 我看这个海楼和死亡间隔, 也不用管, 验证密码不配的话, 也不用管, 啊, 就是一个路由器ID了, 对, 路由器ID, 啊, 区域ID, 区域ID说错了, 就是你配路由器, 路由器ID肯定要不一样的, 嗯, 路由器ID肯定要不一样, 这是注意啊, 建立邻居关系的这个, 啊, 需要注意的一致的东西, 嗯, 下面呢看路由器ID, 刚才, 啊, 路由器ID没介绍, 是不是, 嗯, 只是说选举大致规则了吗, 对, 下面咱们看看, 啊, 再详细看一下, 老师刚才也说是, 是一个IP地址的格式吧, 对, 啊, 一般IP地址形成出现吧, 啊, 嗯, 也就是, 啊, 路由器和路由器, 在这个交换这个路由信息的时候, 是要发送这个链路状态通告的, 这个刚才老师, LSA这个链路状态通告, 对, 链路状态通告, 要, 要把这个相关系发啊, 这个, 啊, 就是这个封闸, 这个这个, 这个相对应的包里面, 链在这个链路状态通告, 完了, 才能构建这个区域的脱步解构嘛, 所以说路由器ID, 你这个接手来的, LSA是谁发来的, 是不是, 你肯定得携带路由器表值, 你不知道谁发来的, 是不是, 嗯, 所以说路由器这是一个作用, 啊, 一个作用, 第二个, 他那个, 啊, 选举原则, 看有环维口吗, 如果有, 如果有环维口, 最大的环维口IPG, 嗯, 环维口默认都是启动的, 没有档的, 是不是, 啊, 啊, 如果没有呢, 选择出于UP状态, 最大物理接口IPG, 啊, 就是, 你人工不参与, 不去手动配的时候, 是这么选的, 手动配的是优先级最高的, 啊, 对, 手动配肯定是优先级最高的, 啊, 在路由模式下, 路由模式下, 啊, RouteOSPF, 完了这个后面加个进程号, 嗯, 进入这个, OSPF进程之后, 再打这个RouteID, 啊, 这手动设置, 就像你说, 手动设置优先级是最高的, 嗯, 无论你设置什么IBE, 啊, 他这个其他的规则都都被忽略了, 嗯, 嗯, 可以是, 你看可以是应和地址信息吧, 啊, 嗯, 不产生息也行, 对, 啊, 这个是路由器标志, 啊, 他啊, 在交换LSA的时候, 这个路由器标志要用到的, 好, 下面咱们看邻居关系建立, 先休息一会儿吗, 嗯, 啊, 先休息一会儿, 啊, 老师讲, 有点口网手套, 喝点水完了, 以后休息一会儿, 啊, 老师给你讲一下, 啊, 两台路由器邻居关系的建立过程, 啊, 好的, 啊,